高家月 剧中饰演遇到瓶颈 到后期成长扛起责任的高家大哥 角色心境 转混细腻 已是金钟入围常客的吴康仁 第六度角逐戏剧节目男主角奖 又忘记一把钦之后再度镀金 不过对手也不是省油的灯 不良执念清除师 以原创少年成长奇混喜剧 在本届金钟横扫了九大奖项 而首次挑战戏剧男主角的曾庆华 一举入围男主角奖项 也让他直呼很是感动 香港演员刘俊谦在此时此刻 饰演乐天之命的听障外送员 靠着精湛的演技 眼火傻气又单纯的角色 首次入围男主角奖项获得肯定 这是一起一个计划性的连续杀人 傅孟伯继2017年拿下金钟 迷你剧集男主角之后 相隔七年以美食无间 角逐最佳男主角宝座 而得知入围也特别像导演致谢 很开心有找他演出 演绎金盆洗手的黑道老大 出道二十八年的科熟员 2017年曾入围迷你剧集男主角奖 这一次以温馨小品 女儿大人加格赖第二度入围金钟 弑地宝座厮杀激烈 谁能敲响金钟 下周见分晓 三十五年能不能召唤太保证了 病毒 病毒